在之前的视频里,我提到了加拿大铁路,尤其长途铁路,更多的是一个旅游景点,而不是像中国高铁或铁路那样作为一个快速方便的交通工具。 加拿大作为世界上第二大面积的国家,幅度过大,东西岸各有特色,南北也是如此。 来加拿大旅游,待个一两天或许会意犹未尽。 这里,由Y Railway经营的游东往西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作为一个四天旅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以Y Railway游东往西为例,多伦多作为整个旅程的起始站,整段旅程可以分三段。 一,从多伦多的Union Station出发,开往Winniperg,示威第一段。 多伦多的Union Station历史悠久,于1927年首次对外开放。 它作为加拿大最大的火车站,日发送旅客达20万人以上,是全加拿大最繁忙的交通设施。 随着火车驶离多伦多,沿途风景以湖泊、池塘、水沟、森林、岩石等等交错呈现在眼前为主。 一直到Winniperg,这段路程是The Great Canadian Shield,尽管这里离多伦多,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并不远,但这里人烟稀少,基本上是水域和森林。 这里要介绍一下The Canadian Shield的加拿大护盾,是全世界最大的的盾。 地盾是指有数百万年历史,被丛林遮盖下的岩层。 而加拿大护盾的历史可追溯到前韩武记约45亿年前到5.4亿年前。 游客坐在火车上就能够看到几十亿年前深埋在地壳深处的岩石。 这些远古岩石如今出路于地表,向人们讲述着地壳形成初期的故事。 因此沿途所见的,由沼泽、湖泊和古岩石组成的区域,是The Canadian Shield的加拿大护盾。 2. 接下来,随着火车向前行驶,进入的是Winnie Park到Edmonton这一段。 这一段的沿途风景,主要是旷阔的草原。 而Alberta-艾伯塔、Saskatchewan-Saskatchewan-Saskatchewan和Manitoba-Mani-Toba这三个省份就是坐落在这里。 由草原三、省的美称,这里地处加拿大洛基山脉以东、伍兹湖和哈德森湾以西,是加拿大主要的农业和矿业区,有不同的政治和生态定义。 这里的主要工业为农业,主要生产小麦、大麦、芥花紫油、燕麦和畜牧业。 另外,艾伯塔盛产浇油沙,三型的化工和农产品加工也相当成熟。 旅程的最后一段是Jasper River-弗雷泽河到温哥华这一段。 这一段路程包括了地理环境最恶劣的区域,弗雷泽河古段。 它从Fraser河上游开始到穿过洛基山脉的路段,是太平洋沿岸到加拿大内陆的唯一通道。 这个为期四天的路程,涉及安大略省西部的苏碧利尔湖、萨斯卡彻温省的帕里斯大三角地区和洛基山脉。 沿线森林密布,还有数不清的湖泊和河流。 从高处俯瞰,行进中的列车就像是一条巨蟒,在水清林茂的峡谷之间穿行。 由东往西,一路看过来,差不多你就见识了加拿大不同的政治和生态。 与此同时,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争议性标志。 尤其在弗雷泽河古段,它充斥着华工的奉献和死亡。 更多的关于华工的历史背景介绍在之前的视频里有介绍,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感受风景的同时,缅怀和追寻当年加拿大铁路华工的足迹。 也不要忘了这里的被遗忘的华工的奉献和死亡。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内容,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